港隊體操運動員石偉紅石仔 在男子跳馬預賽以總分14.274分 位列第12名無緣晉身決賽 這次其實是石仔繼2012年倫敦奧運後 第二次踏上奧運舞台 相隔九年以兩跳難度最高6分的 李世光一和李世光二迎戰 第一跳獲得14.716分 第二跳落地時不太穩 只得到13.833分 未能晒入決賽 兼斜咬到腳碗 大相完成今屆奧運之旅 石仔出發奧運前都有接受傳媒訪問 坦然今屆目標是做好自己 今屆可以再去奧運 很開心 相差了九年 今次其實都是平常心去做 自己希望在奧運會可以發揮水平就OK了 至於成績或者其他我控制不到的東西 我也不會想 希望我可以做好自己本份 我覺得是前面那一部分 就是踏板按馬那一部分 其實這一部分就是很直接影響之後做空翻的問題 所以如果第一部分是做得好一點的話 或者穩定一點的話 後面的動作都會輕鬆一點 穩定性和落地的質量 這兩個位置是想做好一點的 因為我現在也會說 你會想做好一點嗎 你會想做好一點嗎 我會想做好一點 心情有點緊張 因為第一次成年沒有出去比賽 歐運也延遲了一年 一來就奧運會 所以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小挑戰 但是其實這段時間也不能出去比賽 其實自己在這裡訓練的時候 都盡量模擬比賽的節奏 九年前第一次去奧運 很興奮 當然 對自己的期望也很大 這次其實都相差九年了 都開心的 但是重點會放回自己 應該要做好的地方 我相信最大的對手是我自己 其實跳馬的水平大家都差不多 看臨場發揮 自己如果發揮到平時的水準已經足夠 我不相信這個最後一個比賽 所以之後的計劃都會跟教練 再相同如何去部署之後的比賽 聽到這裡 再看石仔賽口出post 說今次奧運只是開始 而不是終點 做得這兩個高難度動作 一早有心理準備承受所有風險 Fight until the end 巴黎見 相信大家都不用擔心石仔了 之後一定會再見到這位跳馬運動員 在空中飛躍 發光發亮 大家一起支持香港運動員 加油 我知道 離開 戶外 到 新鮮